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HK026.com 我是Apple 還記得是我的 Hello 大家好 Kim 你好 是 你好 Apple 我們今集又是講西貢 西貢有個碼頭 那裡也有些事發生 是呀 是呀 其實Apple 西貢我住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記得上幾集也有上過你 都說過 西貢帶給你好好運 後來因為那間屋 後來不知為何運轉了 我搬到另一間屋 都是西貢的 因為我喜歡跑步 我記得頭幾屆馬拉蟲 我都是參加的 現在就越來越多 現在我已經沒有參加了 當馬拉蟲在香港還在賺錢的時候 現在就在賺錢 參加的時候他們要申請 那段時間我搬到西貢 一個跟著碼頭 其實大家如果去過西貢 就知道在哪裏 有很多飛法、入境者 還有偷渡客 一個海邊很漂亮 我貪它便可以跑步 而且它要用禁區指才可以進去 你要展示過程度才進去 因為它是一個郊野公園 外面是北潭衝郊野公園 然後才可以進去裏面 一定是住在裏面的人才可以進去 駕車可以進去 正常普通旅遊客 即是行山的 你不會去 晚上都會在那裏 那我就貪它靜 那段路每一天下班 我晚上駕車都要駕駛 有十多分鐘至二十分鐘 是沒有街燈的 因為它是郊野公園 那些路一定不會有 即是是頭的那一盞燈可能有燈 再駕駛下去是沒有燈的 那我還記得就是 一去到中秋節那些 哇你看到月光很明亮 真的好像一盞燈那樣照 那我就駕車回到家 那便洗車 即是那晚 夜晚回到家已經是 差不多九點多鐘 九點多鐘 但已經很靜 因為旁邊都是一些 村民 那些公公婆婆很早睡覺 那我就直接在花園那裏 拉一條水喉 沖一部車 那便洗 洗一下洗一下 就很奇怪 什麼事 我在洗一部車 突然一聲 很大聲 很大聲 我直接覺得好像有東西 不是 是有東西掉下來的 好像有東西 好像花瓶 或者電視機那些 是很大聲的 直接聽到 哇 我馬上的人馬上退後幾步 我在想 我想不到有些什麼 會掉下來 上面的天 什麼都沒有 有些什麼會掉下來 我沒有想到 但我聽到很大聲 我馬上就彈開 好像爆炸的聲音 真的很大聲 我馬上就走開 我在想 跌了什麼下來 地上找不到 沒有凹凹的 那個聲音是很大聲 你猜到 起碼由幾層樓 跌一些東西下來 而那種聲音是很巨響的 類似體積 你的預計 差不多是一部 冷氣機 扔下來 那種那麼大的 我正常打算 糟了 可能會扎到我 我正常這樣 但是沒有東西 那部車完全沒有凹 我在想 那不是掉下部車 是不是掉下地 那我四位走 什麼都沒有 沒有 然後你又繼續洗車 你的動作 渣渣 洗完就回去了 是啊 那旁邊又沒有人嗎 沒有人 沒有人 但是我知道隔壁有個池塘 是啊 那我也不再去想任何事情了 那馬上撿你 解釋不到 為什麼會這樣 難道是幻聽 我沒有任何思覺失調的病徵 是 是 很奇怪 對 還有更多資訊 都是看這個網址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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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